原标题 天王李宗人,云南有云南王龙云,在广东,还有个南天王,名叫陈济堂。陈济堂是广西房城港人,16岁参加乡市取得了第三名,本来可以当官光宗耀祖,可是,他却一人加入了同盟会,曾担任孙中山的卫队长,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。 在革命初期,他确实追随孙中山出生入死,立下了不少功劳,但孙中山提出联额、联共、辅助农工三大政策以后,陈济堂开始出现抵触情绪,以至于后来干脆否定孙中山这三大政策,长期压制农工,对于革命青年也采取了打压,甚至出之而后快的办法。 陈济堂的这个思想,跟蒋介石很像,后来就慢慢跟蒋介石走到了一起,甚至还救过蒋介石革命。 1925年9月,国民革命军讨伐陈九明的二次叛乱,蒋介石是东征军总指挥,陈济堂是第四军夭夭师师长。 在罗经霸战役,蒋介石被陈九明帐下猛将领虎逼得走投无路,几乎要被生擒。 蒋介石不甘受武,准备拔枪自尽。 就在这个危急时刻,陈济堂如神兵天将,与兄弟部队一起包围灵虎的部队,蒋介石这才侥幸捡回了一条命。 展开全文因为这次救命之恩,蒋介石对陈济堂更加信任,在北伐时留下他镇守广东,这也是陈济堂成为南天王的开始。 后来,在蒋贵大战以及出现的一系列事件中,陈济堂都将保押在了蒋介石身上。 结果,蒋介石获胜,陈济堂的地位也不断穿升,直至统领广东海陆空三军,被称为南天王。 不过,陈济堂在广东站稳交温后,因为这个地方实在是富裕,再加之陈济堂在广东大力发展实业,兴办教育,推进经济发展,大力扩充自己的军。 对,实力与运距增,开始与蒋介石分停抗比。 蒋介石眼看着陈济堂的实力越来越大,越来越不听招呼,有点急了,转过身开始收拾陈济堂。 陈济堂这个时候实力非同一般,光是军队就有25万只重,空军有近200架飞机,海军也有40多艘大小舰船。 而且广东地区太富,打仗也不缺钱,陈济堂干脆一。